從畫面上可以看到一名駕駛行駛在馬路上 沒想到下一秒一輛機車突然從旁邊竄出 接著撞到從右邊執行的機車 慢動作再看一次 騎士執行過馬路時完全不顧右方來車 就是要往前騎 甚至還往左邊壓車 但另一輛機車可就沒那麼幸運 騎士直接中篩倒地 但誇張的是 肇事機車竟然直接逃離現場 是逃逸啊 從你的情況來說 大台北跟中東後進 後人就跑啊 事發在竹北市縣鎮九路 21號早上一名女騎士似乎在趕時間 完全不顧旁邊的機車就直直衝 甚至撞到人還逃走 而影片曝光後 網友紛紛直喊太誇張 甚至還有網友說好像保齡球 所幸騎士送醫後沒有生命危險 只不過這樣高速執行真的很危險 目前警方已經介入調查 將釐清車禍的真正原因